Hello,大家好 浪子走中国 用脚步占量中国 这里被网友称为四川成都第一轨车 不仅因为此处是成都最大的烂尾楼盘 同时这里的景象的确十分震人 这个项目总占地面积超400亩 具体位置以及名字是在成都三环路旁的踏水新居项目 千百万的家庭 因此陷入了水深火海之中 这里的真实现状究竟如何呢 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今天浪子就打算进入这座鬼城 探访此地的真实故事 视频拍摄不易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这个楼盘里面是没有羞辱的 所以杂草重生的现象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见怪不怪 这些房子全还都是框架 就是一些普通的混淫土层 施工进度是很慢的 基本上就是还没怎么施工 当初就突然乱围了 前面的草很深了 足足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有部分树也有部分草 有些草是顺着藤蔓长上去的 旁边还有别墅 但是现状不太好 钢筋裸露在外 长墙体也严重发黑 基本上是已经没有什么复工 拯救的空间了 这些房子的基层还是很高的 有两层楼那么高 这一栋是有个十层左右 主体结构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没有偷工减量 后面就是超高层 差不多是有三十层左右 像这栋超高层的居民楼那位 我个人认为是很离谱的 因为这样的一栋起码是有几百户业主 这几栋超高层在这里 相当于是把几千户业主的家庭搞垮了 先接着往下面看吧 这些楼的内部都是没有装修的 地面也没有垂水泥 有的仅仅只是拿砖块铺垫了一下 到处都是建筑垃圾非常杂了 情况不是特别好 也许是因为这里那位时间挺久了 我前面的这栋楼附近 已经完全被树和草围起来 这一栋楼的基层还没有填充 下面是空的 有些位置比较深 说实话 如果这个地方 它不放一个警示牌 万一有人误打误撞掉下去 后果真的不敢想 看这个现状 我估计开发商也是完全躺平了 这些房子想要重建 复工难度很大的 除非是其他开发商来接受 这小区里面还有小溪流 但是肉眼可见谁 已经很脏了 其实主要还是受到建筑垃圾的影响 它这旁边全都是那种碎石块 房子烂尾了十多年 真的挺可惜的 有些旁观者可能对此没有太大的概念 但如果花几百万 又背了三十年贷款的买房子 遇到烂尾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真的是欲哭无泪 而这里大为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官方说是开发商没有拿到合格的审批手续 然后这些建筑呢 都属于违建房 但其实大家懂得都懂 就是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罢了 毕竟在现在的社会形势下 只要钱到位了 还怕审批手续拿不到手吗 不过就没有人想过 开发商的资金为什么会断掉 而买房人交付的这些购房款 又多到谁的口袋里了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